今次是講到如何分享 其實今次我所講的分享的特色 就是講到發揚神屬性的分享法 神都給我提醒過 分享的時候都可以發揚神的屬性 發揚神屬性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有發揚神屬性的查經法和講道法 發揚神屬性的查經法和講道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我們深知神是多好 祂的屬性、祂的本性多好 譬如祂充滿愛 我們知道神是充滿愛的 你一去到天堂 譬如曾經有人去到天堂 立即他見到耶穌的時候 好像有些波浪湧過來 他一湧過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他經歷這件事的時候是二十多歲 但是他分享的時候可能已經四十歲、五十歲 他就說他上到天堂的時候 當這個波浪由耶穌湧過來 他就感受到很大的愛 當你講的時候他要怎麼說? 他說是沒有人準備好見耶穌的 因為當你一見耶穌的時候 你會說原來神的愛這麼大 即是他立即說 他立即就已經流眼淚 即是神的愛是很大很大 我希望大家都一想到神就很歡喜 當你知道神那麼好 他的屬性那麼好 他的恩典就是他愛我們、關心我們 當你講到神的愛的時候 你不是說我們愛神 神愛我們 而是你會讓人感受到神多好 然後我們講信息的時候就會激勵人 譬如我們激勵人普告 就不會說你記得祈禱了 你記得祈禱,你不祈禱 你跟神疏遠了 這只是吩咐和他要做什麼 那時候只是一個責任 如果責任做得多就會累了 譬如結婚的初期 很多人都很樂意照顧對方 但當日子都要做 日子都要做 過個禮拜都要做 一路做下去 而對方沒有什麼反應的時候 一路做下去會累的 就算有人親近神也會 起床時雖然耶穌好很開心 但是做著做著覺得 又要祈禱,又要看聖經 然後又想起了 又沒有祈禱這個禮拜 又沒有看聖經 當你想到沒有做的時候 又會有內疚感 因為這樣是變成律法驅使的 就是說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我們用神的恩典 神是很歡喜的 當你一祈禱 你任何一句說話 你從心裡發出 主耶穌,我喜歡你 我感謝你 神就很開心 神就很歡喜 而且我們馬上經歷到 神的平安、興省 就是神來祝福我們 神跟我們一起 神就是這麼喜悅我們的 就是說祂的屬性 祂是很接納人的 很體重人的 祂又很歡喜人的 所以當我們一親近祂 祂是很歡喜 而其實是祂感怒我們親近祂 祂又有沒有在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祂不斷在我們裏面做工 這樣的時候 我們親近神就不是一種壓力 不是要做要做多少 而是好像怎樣 曾經有人去天堂 我也有這本書 講到祂去天堂的生命河 祂說祂落這條河 是跟任何的地方 祂落水是不同的 通常你落水 那些水和你的室是分開的 但是祂說落這條生命河 祂裡面的生命 那些平安起落 就湧入祂的身體那裡 一走下去 有些是湧入來的 而湧入來不是只有一種 涼氣、一種暖氣 而是感覺到神的生命 神的喜樂和愛 因為神的屬性是這麼好 所以你一接觸祂 立即那些恩典就來 而祈禱 當我們深信神的愛的時候 你站起來都可以享受的 每一次祈禱都可以享受的 因為我剛剛昨天 每一個人祈禱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 他經常祈禱都有靈魂 上去天上 就看到一些屋子 後來我和他祈禱的圖 後來和他祈禱的時候 他又覺得很喜樂、很平安 後來我們臨走的時候 在升降機那裡 因為我說 當你能夠可以去到神的寶座 上去天上 你將來神可以給你很多策略 其實每一個人有的職責不同 神可以給你復興的策略 說你要珍惜 我說在等升降機 我再為你祈禱一次 那時候只有小時間 因為升降機已經在六樓 我就在五樓 我和他祈禱了一會兒 他馬上就說 那一會兒 靈魂就飛到神的寶座 原來神可以跟我們這麼近 就知道原來神這麼折立 喜歡我們祈禱 這樣的時候 每一次祈禱都是一個好的經歷 雖然不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這麼快去到神的寶座 但是我們知道神歡喜 和神會祝福的時候 就會有動力了 所以我們每逢說出神的話語 說出神的作為 都說出神的屬性和恩典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令到人聽完 很喜歡神 而之前我們有說到 這個法仁神屬性的查經法 和講道法 一邊查經或者講聖經 都經常看到神的屬性 看到神如何柔和謙卑 祂很溫柔的 好 就算人如何犯罪 如何軟弱 如何不聽話 神都是柔和 神不是在罵祂的 神是很柔和的 祂的聖經就很謙虛的 很謙虛地服侍我們 當我們想到神這樣柔和謙卑的時候 當我們犯了罪 我們就不會害怕 但是我們求主赦便之後 我們就說 神啊 我不想犯罪得罪你 因為我們又知道神是聖結的 祂的聖結很美麗的 在哪裡有神的聖結 整個地方很美麗 當我們每一個見證 即是我們說見證 說分享 都能夠說出神的屬性 那些人就更加體會到 神的美好 就喜歡神了 就好像我這樣 經常 很喜歡神 我是很喜歡神 我一看到神我就歡喜 我想到 我從早到晚都想著神的 有什麼空間 就算我在說聖經 我都在想著神的 而我發覺神是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祝福 那我首先介紹我這種 分享的方式 譬如我自己介紹我自己 信主的過程 其實很奇妙的 整個過程真的很奇妙 這是神的特別恩典 現在我不是說了整個故事 我只是說了其中一部分 就是我初中的時候 去到中學 因為小學未曾玩過籃球 去到中學的時候 我就玩籃球 一堆同學站在籃球 等球下來搶了 然後就射籃 那時候我就在想 每一次球來又伸了手 然後拿球去拍球 然後又在等 等的時候 你一有球又舉手 那我這麼麻煩 不如舉手 我就站在那裡舉手 然後有個同學就笑我 他就說耶穌救我 但是這個花名 就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到… 就算今天有時候 他們有些人看到我 都叫我這個花名 但我多數已經不叫 內宗有時候都會有人說起這句 但是這個花名 我想都想不到 是神用來帶我信耶穌的 因為後來 我在法六的時候 我們有些同學就找了另一間女校的同學 一起去一個宿營 宿營 有個老師就是基督徒 他就聽到 為什麼每個人都叫我做耶穌 這個人真是信耶穌 很投入 全個個都信耶穌 而那一天 在那天早上 我忽然間就是… 不知為何 我平時很醒 那天我們一早要出行山 但是我總是… 就是我同房的同學已經去了玩 去了行 那我說為什麼你不叫我 他說我有叫 我出了門 那門自用鎖了 我怕你也不醒 那我就自己走了 所以結果我只有一個人在 那當我一醒的時候 因為之前神就預備我 我看了一些… 就是… 首先我就想人生做什麼呢 那我想到人生讀書做什麼呢 那時候讀書讀得很累的 那我就想到讀書 可能就找工作 又找工作賺錢 那就結婚啦 生兒子啦 接著我就想 那怎麼辦 那就老了 死了 就是這樣 我就想 那我就說 人生好像沒什麼意思 所以在那時候之前 我已經想到 人生就是現在快樂 不要想著將來 將來你老又會死 你現在 就是想著死了就沒有了 但怎知道 有一次我看了一本科學書 那本科學書就是我同學介紹的 又是神的一點 因為科學書是不會介紹神的 但是這本科學書 就是美國的一個人寫的物理學書 那他就買了 他就叫我買 那我就買了 那我就買了 我覺得參考書這樣 那樣 那個引言那裡就說到這個人 就說這個世界很有秩序 那你就說是神設計的 我說科學家都說有神 但是我就想個問題 因為我初來想 就是人死了就沒有了 那如果真的有神 如果真的有天堂 那就很好啊 那我人生就不是幾十年 那我人生的意義 就不只是現在了 那所以就開始想了 那當我想的時候 那一天去到宿營 剛剛起床出來 看到太陽很漂亮 那我就想了 這個意念也是神給我的 啊 就是 如果真的有神 他是很漂亮的 他創造得很漂亮的 然後我走到那個露台 然後這個老師就回來了 那他有什麼事呢 就是剛剛人有三急 那我去十一間 那我去完十一間 他就出來 他就問我 你是不是信耶穌 我問我 我不是啊 那這個我叫你做耶穌 那我解釋給他 那我解釋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都在想著 有沒有神 那我問 是不是真的有證據 真的有神 他說有的 然後他就告訴我 很簡單的一個證據 說到牛頓 他說 牛頓 他就說 這個世界有神創造 因為有設計 而他有一個朋友 就說不是的 什麼都變出來 那麼 我一說這個故事 跟著我講神的屬性 他的朋友就說 這個世界什麼都是自己變的 牛頓就說是神創造的 而有一次牛頓弄了一個儀器 有太陽和九大行星 那麼那個朋友來到 誰弄就是這樣 他就說笑了 他就突然想起了一個方法 他說沒有人弄 他今早自己變了出來 我起床就看到他變了 這個儀器 那麼那個人說 沒有理由 怎麼會這樣的儀器 可以變出來 一定是有人弄的 那麼他就說 那你說這個東西 一定是有人弄 整個宇宙就自己變出來 那時候我聽說 對呀 你看到東西當然是有人弄的 為什麼整個宇宙自己變出來 那我就很好奇 就是這個 從這個好奇開始 後來我認識神 但是我想回 第一 就是那個同學會說 耶穌救我 這個純粹是他個人的反應 但是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神的造工的 神就把這句話放在他腦裡 他就出口了 出口可以 一句話就沒有下文 但是那些人個個又捉了這句話 然後就用了他做花名 那就是說 神在這個過程 其實他有計劃 要救我 神有他的方法 那他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就是首先 令到我有這個意念 就是神將他意念放在我裡面 那你免得手又高又低 不如這樣舉高手 就是有這個意念才 然後神有意念放在那個人的心中 然後那些人 每個人都開始叫這個花名 就是由這件事已經開始有這個意念 然後那本書 就是這個科學家寫了書的時候 因為科學家都未必在本書會提神 但是神又感動他 在你裡面你就提神了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信耶穌的一定 然後他就會提到歸神 然後提到歸神 他還要做一些事情 他還要感動我的同學買 他買完又覺得好 他就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 好 那你就介紹一個同學 我是好朋友的 那他介紹我就買了 這些過程 全部都是有神的計劃 有神的心意 然後呢 神又安排這個老師 每個老師都不去 那那班女生和我都在一起 而這個老師剛剛是信耶穌的 這個又不是剛剛是神安排的 就是神有計劃 神有這個定義 神要救我 而神要救我 而神要救我 是有神很... 我用人的說話 神很緊張這件事 為什麼他知道 將來我會幫很多人 但是這個老師從來都不知道 我會幫那麼多人 他從來不知道 他只是幫我一陣間 事實上他連福音都沒有告訴我 他只是說關於神 我問他 他回答我 神是真的 他沒有繼續 他沒有跟進 所以某程度 他不是很有效的 傳福音的人 他不是很有效 但是神用他 就是神有他的計劃 神知道將來我會祝福很多人 神就會用這些不同的情況 就是在這個過程 整個過程 其實神在做功 在這個過程 當我聽到他說的時候 我心就動 我看一本書 我心就動 然後我聽他說 我心就動 那時候其實 聖靈在做事 就在感動 聖靈在做事 就是聖靈 神有一種生命力 這是他的本質 另一個本質 就是他有生命力 他的生命力是什麼 就是他去到哪裡 可以感動人 神在我的心裡 會感動人 感動我 於是令到我的心 開了 很想相信耶穌 因為很想認識神 而後來有同學介紹我 這也是神安排 有一隊美國的樂隊 不是普通的報道會 是美國的樂隊 去奏音樂 唱歌 然後有個報道家 其實那個報道家 他只講到 他講的信息 他講到 在神裡面 我們有身分 那我的心 其實我不是真的 因為他的信息打動 我只是說 如果有神 我都想認識這個神 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心裡面 就是關於有沒有神的 然後他問 誰是願意信耶穌 舉手的 那我就想了一段 我舉手了 然後他又叫下一段行動 凡是舉手請你站起來 那我就不肯 那我就不肯 坐在那裡不動 他就說 一個年輕人 你舉手 我站起來 那我也不站起來 那由到祈禱 我就覺得很有動力 他一開始祈禱 我就很有動力 那我就站起來 那這就是神的動力 那一站起來 那一站起來 我覺得馬上有能力 馬上有能力 湧下來 好像馬上有很光 那樣的感覺 這其實都是神的工作 然後 他的報道會員 我的同學 個個都沒有跟進 是個同學請我去的 沒有人跟進我 沒有人跟進我 但是那個報道會 又跟進 不是有人 是有材料 他叫我們後面 跟著說 有個銜售課程 你可以報名參加 每次做完一課 寄去 他就寄回來 他寄回來 這個過程 讓我認識到真理 而 很奇妙 我認識真理 沒有去教堂 因為沒有人叫我去 我又不知道去教堂 我有一次 乘巴士 住在帕瑪迪 帕瑪迪是縮進去的 如果大家知道 他在香港的路線 走進去 我又見到一個同學 我說 你去哪裡 他乘車來帕瑪迪 我說你去哪裡 去教堂 我去想 我聽到神是真的 我又上了課 覺得神這麼好 我叫他讓我去 想了一大量 我去得不可以 他又說好 就是這樣 而他後來 他都忘記了這件事 他又後來 現在看到 他說我不信耶穌 他那時候去團契 可能只是玩 認識人 但是神就用他那次 你那天一定要回 而我回到那天 我是很少見他回的 就是我沒有見到他再回 是那次的 就是說 原來神就會使用他那天 剛剛我在車上 他又在車上 這些就是神的timing 真是準到不得了 神的時間是非常好的 又會感動我 因為我可以不出聲 但是神又感動我 就是神會感動我 你可以去教堂 就是有這個意念出現 接著我就會跟他講 就是這一切 我們看到神的屬性 就是神的一種性 他的關心 他的愛 他的時間 他的準確性 他的能力 他的感動人的能力 他的生命力 其實你想可以想很多 不過如果你太多分享 你又說太多了 那你可能只是說到 他可以影響人 可以感動人 他那種生命力 可以感動人 還有他的時間 是剛剛好的 他又用剛剛好的人 就是這個老師 他又懂得回答我這個問題 如果有些人 他不懂得回答 你問有沒有神 我是這樣信的 我真的問過 那時候我回主學 我問那個老師 我說 你能否肯定有神 我不知道 我只是信耶穌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有什麼證據 他不懂得回答我 我在教堂裡 也有些人不懂得回答我 甚至有些人告訴我 他說 神不用說證據 總之你相信 但是聖經後來 我發現聖經有說證據 他說 當你仍然有神 你就知道我是神 你就知道我是耶穌 所以聖經有說證據 所以聖經有說證據 就是分享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神的屬性 當人聽到 在這個過程 原來神的本性這麼好 神會這樣感動人 神會這樣在人生命做功 因為他裡面 就是有一種愛 一種憐憫 一種生命力 還有他有這個能力 改變人 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聽的人 又會覺得 對了 你說我心裡有點動動的 那你可以問他 你聽完你的心 有沒有一些動 有沒有一些感動 有沒有一些想信耶穌 譬如我做過很多報道會 我都問的 你們中間有沒有一些人聽完 有些感動 其實就是神在你身上做功 神在你身上做功 你想信耶穌 不過你的心可能說 我不肯定 我舉手 應該說我信耶穌 就是很醜的 那些人又沒有信 我信 那些人也很醜 可能你會這樣想 但其實神感動你 是最好的 那你願意舉手呢 那我就知道 其實很多人在報道會 都是有同樣的經歷 當我們聽完之後 或者你向人報道 你說其實你的心裡 現在感動 其實神在做功 你有沒有裡面 有種感動 推動你 鼓勵你去信耶穌 你有的時候 你真心跟從 信靠耶穌 耶穌就會做功 還有我信了之後 沒多久 我就開始發覺 我犯罪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就問一個同學 我說為什麼我現在犯罪不舒服 他就說 聖靈在裡面做功 那這又是另一個工作 就是神本身 祂是聖結的 還有祂有感動人的能力 所以神住在人的心中 是會覺得不同 那我都說過給很多人聽 你信耶穌 你就開始覺得不同 你覺得裡面有一種聲音 提醒你 你會看到神是真的 因為神就是活的神 是個聖結的神 是會感到人的神 當人了解神那麼多的時候 就是聽到這些見證 都可以認識神很多 就對神更加歡喜 更加微吸引 那大家會不會想到 這種分享方式 是否會更加有效 即不是說我發生了什麼事 而是在這個過程 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神的恩典和工作 我希望大家看聖經 都經常去找 在聖經裡面 有講到什麼神的屬性 每一個經文都有的 譬如神會見到撒該 你下來 看到祂預知的能力 祂知道祂叫撒該 祂走過這條路 祂知道祂會見到祂 祂知道祂的內心是怎樣 神有感動祂的能力 耶穌一跟祂說話 祂馬上就走下來了 神又有在這個時候感動祂 譬如祂呼召馬太 他們那時候 來跟從我 譬如你走過街 來跟從我 他就說 有人我 你怎麼笑 但是耶穌走過 來跟從我 他就 不知為什麼 他就起床 然後他走 就是神的那種感動的能力 他也可能聽過耶穌 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就被神的感動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的神真的很美麗 很美麗 很美好 祂有很多屬性很美 還有祂的恩典很偉大 所以我們無論何時都在想這件事 每人經歷什麼事情都在想 有意外 神會保守我 即是神有能力 可以掌管一切 祂可以保守我的 神會感動我 即是神是喜樂的 有感動人的能力 你越看到神的屬性 你越對神有信心 和喜歡親近神 你整個生命都是這樣 你就整天流露了 我們今次講到如何分享 分享 神的作文是榮耀神的名 馬可福音五章十九到二十節 一起讀一下 耶穌不許 他就說 你回家去 到你的親屬打雷 將主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樣憐憫你 都報訴他們 把人就走了 再抵加玻璃 全揚耶穌 為他做了 何等大的事 眾人就都稀奇 那就是說 那些人呢 這個就是那個 趕了鬼出來的那個 那些人 他就想跟耶穌 耶穌說 不要 你不要跟我 你去到你的親屬周圍 那他就抵加玻璃 抵加玻璃是什麼意思呢 Dekka 即是十個城市 那個區域叫Dekka Palace 十個城市那裡 那個區域去全揚神 耶穌為他所做的事 眾人就都稀奇 原來我們的分享 是可以影響人的 叫人看見神的作為 其實我們每個經歷聖靈 和你為人祈禱的經歷聖靈 這些都可以分享的 那你說人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名字 你都不要說得很細緻 不要說他是什麼公司做的 那個人呢 做什麼工作 你不用讓人知道他是誰 但是讓人知道 他本來有這些問題 但後來得到釋放 得到醫治 得到安慰 那你就告訴他 神真的很討厭 你越多為人祈禱 你就越多這些經歷 我希望你放在記憶裡面 記得這些人所經歷 就可以用來分享了 還有分享神的恩典 會叫人更加愛主 老家十八章四十三節 核子立刻看見尿 就跟隨耶穌 一路歸為尿 與神 眾人看見者 善逆賊給神 那核子康復 一路歸為尿 一路走 哇 耶穌開了我的眼 哇 我之前看不到東西 現在我開了眼 一路走一路說 他也很興奮 如果我們說這個發揚神 屬性分享法 就會說什麼 當然人的直指還不會這樣想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去想 就會說 哇 神真的有這種生命力 生命從他而來 所以瞎了眼 是沒有生命的 都可以有生命 還有神是憐憫的 神是關心我的 接納我的人 雖然人不拒絕我 但是耶穌是接納我的 也有幾樣的 是屬靈的 這個他的本質 我們的屬性 就算你想不完 不要緊的 你想到多少重要的就行了 好了 發揚神 分享的時候 發揚神的屬性是怎樣的呢 第一就是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經歷神的作為 都來自他的屬性 就是我們的所有經歷 都是他的本性 他的質素 就是他的愛 接納 還有其他屬性 第二項 第二項 我們就細心思想神幫助 我的細節 就是恩典七 神幫助就是恩典 他的本性就是他的屬性 然後他怎樣幫我們就是恩典 他怎樣祝福我們 第三項 有細心思想神背後的屬性 愛、關心、智慧、能力、美好計劃、掌權 這些只是例子 想想神背後的屬性 即是說這些事發生 有什麼神的屬性 然後第四項 分享時 就分享神的屬性和恩典 他如何逐步幫助我們 就分享神的本性和他的恩典 他怎樣逐步幫助我們 就去榮耀神 這就是發揚神屬性的分享方式 例如 當你信主的時候 藍色就是神的屬性 右手邊就是神的恩典 下面就是我們的回應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項目 拯救的心 神愛和照顧我們 即是神本身有一個拯救人的心 他行動什麼 他就是愛和照顧我們 去尋找我們 下面 全知 認識人內心和需要 他是全知的 他知道你的心 他知道你的心質素是什麼 他知道你的需要 他知道怎樣去傳方向 接著是奇妙計劃 神計劃不同人去救我們 神就會用不同的人 好像我信主 大家信主也會有不同的經歷 接著是更新能力 神能夠更新我們的生命 即是神去到哪裡 就是更新人 所以當你聽到某些人分享 或者某些經歷 有些事情想到 例如想都想不到 那本科學的書 那句話會這樣影響我 神有這種能力 神都透過那句話來影響我 又接立性 我們雖然抗拒神 但是神都接立我們 繼續接立 由耐性 很耐性地帶領我們信主 所以我們就全心感激神 因他而興奮起來 即是神這樣救我們 我們就感激神 即是當我們分享我們信主的經歷 我們就會想到神有什麼本性 這是其中一些例子 其實每一個人不同的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所以下一次你分享你的得救見證 或者你經歷神的見證 或者我們用《經歷四年報道法》的時候 給人聽我如何經歷神的作為 這些全部都可以加上神的屬性 讓人看到神的屬性就喜歡了 如果你和我一起相處 你經常都聽我說 關於神如何愛 神如何喜樂 神如何關心人 神如何陪陪我們 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即是在我心裏經常都會想這些 所以我心裏經常都會有這些意念出來 好了 下一個主題就是 神如何建立我們的靈命 第一個屬性就是 牧養的聖情 神牧養我們逐步成長 即是祂是一個很有心牧養 來照顧我們成長的 接著呢 神奇妙計劃如何建立我們 大家都想到可能大家信主之後 有好的時候又有低的時候 但是神有計劃 何時如何卿領我們 接立我們 接立我們和耐性幫我們 雖然我們犯罪軟弱 但是神接立我們 更生的能力 神又更生我們的靈命 在某個時候 大家都經歷到一些更生 這就是神的能力 然後呢 智慧 祂有智慧用甚麼方法來幫我們 又博愛 又透過我們去祝福人 即是說神愛我們 接著透過我們去愛人 這只是一些例子 反而我全都寫這句 我全心感激神 神這樣救我 這樣更生我 我就興奮喜樂 好了 神供應我們的需要 譬如我自己經歷過很多次 沒有經濟的 但是神在到了時候就預備了 所以大家都會有這些經歷 第一就是祂的本性 就是愛和照顧 就是神愛和照顧我們 知道我們需要 祂豐富 祂有一切資源 所有資源都可以屬於我們 譬如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 我可以自由去不同的國家 根本經濟上都是很大的需要 但是神會供應我 這是神的恩典 就是祂裡面有封城的恩典 你有這個心 祂就會為你預備 我希望大家看到 你有這個義仗去到多少 神會為你開多少 你願意走 譬如我認識一個人 彭后年 他有這個心 想開基督教的學校 還有幫助基督教學 如何存歡 幫助基督教的校長 學生 不是 一些老師 如何做一個好的基督教學 他就做了這個興學正基協會 但他本身不是說有這麼多錢 建了兩家學校 但是就是神供應他 他有這個意象 神就會感動人支持他 神有一切的資源 然後傳知了 神就預先知道我們需要些什麼 祂就會為我們預備 祂是慷慨的 祂慷慨給我們的 神給我們充足的 我們充足有餘 能夠侍奉神 並且有餘 你可以有衣有食的 以及計劃的能力 神計劃如何供應你 當時來說很奇妙 當我在需要的時候 忽然一個人感動 他就幫了我二十二個月 在我困難的時候 而有一次 本來有一個牧師 有一個人請他去個營 去廣道一次 不過叫他來兩天 他誤會以為叫他來兩次廣道 他就叫我 他就叫我 不如你去 因為當時我幫他的教會 就是些少幫 不是全時間幫 他就說不如你去 我去那個時候 牧師說我不是叫他來兩天 我只是叫他來一天廣道 不過另一天來參加 他就說你來到你就廣道 而當日剛剛就是陳重輝牧師 就是愛秀員的負責人 我認識他 他就在那裡 我跟他分享我的經歷聖靈 還有我說 現在我需要找師父的工作 然後他第二天立刻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就是他 那個牧師說 那個牧師就跟他說 陳重輝跟牧師說 你幫到我的經濟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他說我需要找一個牧師 他說我剛剛昨天 不是 剛剛今天 有一個人 他說想找工場 他立刻就聯絡我了 這些都是神很奇妙的預備 神有他的時間 有他的計劃 我以前曾經做院牧師 那時候需要院牧師 這個工作來支持我 神都很奇妙 我感動打去當時一間的懷人醫院 去做院牧師 因為我們讀一年的課程 我打算讀完的時候就打去 因為我又忙 一直都沒有打 但臨到我畢業之前幾天 我就打去 一打去的時候 他說我們已經有遠目了 就是我想說 不知道你有有沒有遠目 我可以來做這個工作 他說我們已經有遠目了 我說 我可以跟他談嗎 可以 打去 他說我還有十天就走了 你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說 我跟你的上司談一下 上司談一下就叫我來見 然後就立即拆了我 如果我再早 可能他沒有打算走 就沒有這個位置 我遲可能有人找到另一個位置 就是剛剛 他還有十天走 那時候我剛剛 我也是差不多的時間就畢業了 這個也是神 很奇妙的時間 是非常準確的 就是有這個計劃的能力 以及提升的能力 在我們倚靠神供應 都會提升我們倚靠神 這些一切其實神真的厲害 很厲害 所以你走在神的路 你就一定沒有執書 一定是每天都好 好了 然後神透過我們行神職 都是看到很多神的屬性 第一就是他愛和照顧 他會關心需要神職的人 有人需要醫治啊 安慰啊 神會知道的 神職的能力 他有能力能夠行任何的神職 這個就是本性 本質 又是他全能的 在人不能的病 他的醫號 也有很多人不同的見證 癌症可以得到醫治啊 愛子病得到醫治啊 我都期待有一個癌症人 即時康復 這個都是神的能力 又是他體重人 他體重你們 他想用你們 他不是找一些高人 超人啊 他是找任何平凡的人 任何信的人 神都用的 即是看起每一個人 而且他興起人 很想興起人去榮耀他 有他提升的能力 提升你一步步 即其實每一樣的行為 神的作為 都可以看到他很多的 他的本性 他的屬性 和他的恩典 所以你看到 哇 神這麼好使用我們 所以每一次你為人祈禱 他得到釋放 那就是神 神使用我 就不是肩和那種 而是感激神 神會用我 都會繼續用我 去祝福人的 即是有這種感恩的心 而不是一種尖尖自喜 為了自己而歡喜 又歡喜神的工作 我是鼓勵人 歡喜 不過歡喜的原因是對的 即是有時候人就會歡喜 哇我現在開始很厲害了 現在我開始有能力了 那神又不是想你這樣 神是想你說 神都用我的 神都用個個 我願意走神的路 神就歡喜了 好了 譬如剛剛差不多有意外 但神又救了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情況 愛同照顧 即是神看著我們 關心我們 有奇妙計劃 在想不到 即是神 不想意外破壞神的計劃 因為他在我們身上有計劃 他不想意外發生 他預知 預知幾時會有意外 然後他掌權 能夠掌管事情如何發生 譬如其中一個姐妹 有參加我們聚會 以前 她說到她的兒子 曾經從樓梯被人推 樓梯掉下來 但她的兒子 又是有異象的恩賜 她一掉下來 她就看到天使 托著她 跟著她跳下來 是沒事的 這就是神可以給人這種 即是神是掌權的 神是可以給人知道的 以及教導的能力 經過這個經歷 教導我們 我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 我們可以依靠神 神會照顧我們 神又提升我們 這件事 有意外 提升我們 我們本來 譬如我自己也有時候 說回我的意外 就告訴大家 給大家 生命被提升 原來我們都可以有 神這樣照顧我們 由這些事 看到神的屬性 和他的恩典 其中一點 就是不用說所有屬性 說一些就可以了 哪一件重要 選擇來講 我講到一些關於分享的重要 首先跟神有親密關係 才能有豐富的分享 當你的心很喜歡神 你的口出的話 自然人聽到就會喜歡 即覺得 神真的好 譬如我們認識聖經 我們就能夠分享真理 即是我們能夠很容易 說出神的真理 一口一出便能夠出 經常信靠神 就會講到信靠神的經歷 怎樣神可以信靠 經常親近神 就經歷到神的同在 和更生我們 經常信服神 就可以分享到 我們信服神的後果 留意神的作為 經常留意 神又這樣做功 我們就有豐富的分享 譬如我們在聚會前 有這麼多個弟兄姊妹為人祈禱 我真的覺得很奇妙 我是欣賞神的作為 在我們當中的弟兄姊妹 心中做功 做功做功 然後就改變了 譬如我們剛剛來的 這幾天 她馬上學了很多 她馬上用 立即有神 即是神立即用她 看到神 是很奇妙的 我們越有這些經歷 我們就越深信神的恩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爭取時間 去和她一起操練 受了醫治之後操練 你操練 做一做一做 你就有信心 好像我呢 我基本上 人的什麼問題都找過我 即是病 心靈的問題 情緒病 甚至有精神病 患覺 疾病 家庭問題 婚姻問題 經濟問題 基本上很多人有不同的問題 都試過找我 而真的又幫到他們 幫到他們的生命 得到輕省 平安 然後神又為他開路 即是當我越有這個經驗 和為不同的祈禱 又有不同的經驗 我就變成一些經驗積聚 為人祈禱的時候 即是我知道 他大約會經歷了些什麼 我也知道怎樣幫他 我也大約感受到 他的心是怎樣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的 即是越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分享的時候 越能夠有效 見證 也更加有效 而分享的時候 就是 怕 如果你上網 你會看到很多 小朋友幾歲大 就很激 分享 當然 有些分享 他們是學大人說話的 有些是 不過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很真的 雖然字眼 他是跟人學的 就是學那些字眼 但是他始終 他是衝破了這個懼怕 當他一路成長成熟的時候 他的分享也會更加豐富 第一就是多分享就不怕了 怎樣衝破 因為很多人就怕了 第二就是想著神的恩 以及想著人的需要 譬如我一開始 我在教書 那時候 我學到耶穌之後 三年 我就在一間基督教學校 基督教學校 教書 就是彭浩蓮的學校 在教書的時候 他就說 每個老師都可以講道 都要講道 那時候我聽到很開心 因為我已經有心服侍了 我一順著一年之內 我已經很… 因為我看到神那麼好 我很想人得救 所以我已經有心服侍主 他說每個人都可以講道 我就很… 很開心 但有些… 有些同事呢 就怕 但是呢 我上到台 我就發覺一件事發生 我會想到神那麼好 而其實那些人 當我跟他們聊天 發覺很多人都是有心服侍的 但是我會想到神那麼好 我會想到神那麼好 基本上人都差不多 每個人都差不多 每個人都有不開心 煩惱 沒有朋友 不懂得跟人交往 家庭困難 每個人都差不多 這樣的問題 那我就想到 其實每個人都需要 所以就變了放膽 那這樣的時候 就不計較了 然後呢 就先討告 一邊分享都討告 那你有力量了 有人聽了 可能會信了愛主 神會紀念 會激勵自己了 還有跟主Dancer之間 就不介意了 沒什麼所謂的 不要緊了 做多些動作都不要緊 輕鬆一點不要緊 笑話不要緊 有些表情不要緊 這個就是衝浪 一會兒交給大家 分組 在分組來分享 用這個 發揚神屬性分享法 然後呢 就有些人出來前面的 即是我們講完之後 大家就操練 出來討論 而我們很重要的分享 就是榮耀神 不要榮耀自己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感謝神 神這次行 神職 一邊說 唉 我現在越來越厲害了 越來越厲害了 一方面榮耀神 口就榮耀神 心就說 唉 我現在厲害了很多 其實人是很容易會這樣 因為人基本上是缺乏安全感的 當我們做這些事比較特別 就覺得我現在很厲害了 進入另一個級數 但記得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是將自己拆毀的 你明明為神是福 然後就拆毀神 所以你一直有這個意念 那你有這個意念 不重要 立刻就說 神啊 是你的榮耀 我的心在那裏 自己想搶榮耀 神啊 是你的 是我的心不聽話 是你的 那你慢慢做一下 你的心就會懂得 將一切榮耀給神 但是人的心總會喜歡搶榮耀的 那些榮耀的 那還有一邊 分享的時候 一邊心中 歡喜神 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呢 歡喜神 即是說這個發揚神屬性 幫我們整天看到神的好 你每天都想著 喜歡神 你整個靈命自動興起 你整天都喜歡神 吃東西 真是神做的東西好吃 你看著鳥仔又說 神做的東西真是很漂亮 有些蝴蝶啊 每一件事 你看到神很漂亮 這樣的時候呢 整個人就會提升 即是你會歡喜快樂 你就會有力量 所以喜歡神是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鑰匙 我們的心被震撼 由我們能夠震撼人 就是說 我們想到神奇妙的作為 神這麼奇妙就震撼了 留意自己在思想神的時候的感情 即是說 當我想到 哇 本來差不多撞車 神居然救了我 哇 那種開心 即是在那一陣 會不會 你想想我當時那輛車走 忽然轉軟了 轉軟了之後 車上反方向 接著有大火車經過 那一陣的震撼 你想想 就把震撼記住了 即是那一陣 另外一次我差不多撞車 我自己說 神啊 我不知道這麼快要見你 我簡直是想見耶穌 最後一陣的車 不知道為何有位置走出去 我立刻 哎 神啊 我的命是你給我 現在我還生存 可以繼續下去 每一日是福都是你 即是把這種震撼 放在記憶 當我拉這個車門的閘 夾了我的手指 痛了幾個月的時候 我就說 神啊 如果不是你 我現在斷了我的手指 彈琴也彈不到 那 我說神啊 多謝你 即是我就會 想回 每一次我按我的手指 時我就想回 神啊 你給我的手指 即是想回 當時這個經歷 帶給我們的感情 又將這個感情自由地表達出來 分享的時候 都有感情的 哇 神真是很奇妙的 還有說話的音調和速度的變化 即是說 有激的 有柔和的 說到神的愛有柔和的 亦都有快有慢的 還有有重點字 哇 神真是 在剛剛那一陣 剛剛那一秒鐘 不是早些 又不是遲些 你發覺很多 有停頓 又有重點字 有力的 重點字可以大聲 又可以細 可以沉聲 哇 就在那一陣 哇 神總補修 就是你可以大聲 可以沉聲 都是一樣的 重點字 這是大家學習 操練的 其實這些是一世受用不盡的 其實聲音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呢 我分享我發覺 很多人是會黑眼睡的 但是聲音激 那些人是醒很多的 醒很多 而且是容易吸引一些 就是他聽的時候容易很多 而且你聽到一個沒有經驗的講員 或者是一個人 他不能放 是很明顯的 你看到那些人的反應 以及聲音的影響力 是很不同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操練 還有這個共鳴聲音 你回家就練這個 啊啊啊啊啊 打喊 啊啊啊啊 你說話的時候也是 都是 上頭的 聲音上上面的 聲音上上面的時候 聲音就會有力量 你說我做不到 我說我已經練了很久 我跟了最後的老師 老師先幫不上我 之前的老師幫不上我 我怎樣有共鳴的聲音 但是這個老師就說到就是打喊爐 其實之前的老師是沒有說到這個 就是打喊爐 然後呢 怎樣在那時候發聲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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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動作會加強 如果跟普通旁邊聊天 那天我剛剛乘車就有事發生了 差不多有什麼意外發生了 那你開始聽聽聽聽 哈哈哈哈 因為兩人聊天他們會有回答 他們會聽到他們會問你問你 但一群人沒有回答 所以單面的溝通是難很多 所以我們需要各樣的方法 表情、聲音等要改變 以及身體動作 而動作是由腳發起的 即是由腳到腿到腰 而你不用大動作 小小動作 你看看小小動作 都是由腳發起的 即是在腳發起 這樣你就會自然 即是不會硬斑斑的 手硬斑斑的 即是放鬆 頭部也有動作 即是其實你留意 以前香港的港新聞就是這樣的 現在跟著外國人 外國人的港新聞 頭部是動得很自由的 即是其實頭部的動作是很重要的 而分享也有簡單大綱 我們聽過的分享是怎樣的 講到大西洋那裏 不知道去了哪裏 哇 你不是很知道他講什麼重點嗎 不過他講到搭巴士又講完 搭船又講完 遲到又講完 那些好像沒什麼 我們有個目的 我的目的 我們要維持著這個目的 就是你想那裏分享什麼 譬如我 即是說到我得救 其實也有很多過程 但我始終都維持 我沒有把它拆開了 譬如我沒有形容一下 這個老師怎樣 我沒有說這些東西 譬如他怎樣溫和 怎樣關心我 即是我有些細節不需要這樣說 在那裏有什麼發生 我不需要說 因為這些跟那個得救無關 而問自己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分享他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是更新他的靈命 或者激勵他的愛心 或者是神的供應 或者是神職 或者是我們專注在這個目的 就不要走散了 以及顯出重點 即是我們的重點是什麼呢 我先說我的得救 重點就是神一路做工 神用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法 在我裏面做工 來吸引我 雖然那些人 不是很有心的 很奇怪的 他請我去報道 又沒有跟進我 喂你舉了手 那你怎樣 沒有一個人問過我 即是他們帶我去的 你帶我看到我舉了手 又起床 走到後面 那你應該出聲 即是問我怎樣 是沒有人問我 他以為自動會搞定 是沒有人搞定 那裡的教會也沒有叫我回去那個教會 即是去那個報道會沒有 他就是叫你做那個談创課程 又沒有跟你說有什麼聚會 那就拜拜 這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不過呢 神都透過一切做工 神有祂的方法 以及清晰人民 分開很多事情 我阿姨的嫂 阿姨的媽媽 她的弟弟 哎呀 說完之後 哎呀 糟了 她 她 其實她的事 真的很混亂 阿姨就跟她說 糟了 這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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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時候 你真的有很多人 你就可以用一手 或者用一些物件 這個A軍 這個B軍 A軍和B軍說什麼什麼 然後A軍的弟弟出現 譬如有時候這些人物 盡量減少 不過真的需要出現的時候 你都會說 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很清晰 如果不是呢 就可以用字母 ABC 123 清晰的過程 有時候有些人說 第一 我們有時候會脫漏的 聽說會脫漏的 有時候會說 什麼事發生 然後什麼事發生 為什麼突然轉了畫 去了哪裡 我們要清晰告訴她 就是說 之後有件事發生 之後怎樣 讓人聽的時候容易聽 還有 如果分享有極力性 就乘機激勵她的靈命 也可以討告 帶領回眾 譬如說 那個人 譬如說 神這麼好 你願意愛神 更加給神使用 更加願意信耶穌 以及激勵那些會眾 討告激勵那些會眾 分口有什麼用呢 一起讀一下 激勵人 傳福音 建立靈命 復興和訓練 即是我們分享可以激勵人 可以傳福音大人信主 建立他的屬靈生命 復興一班人或訓練人士奉 分享也可以 這個是誰 你知道嗎 郝永康 郝永康的報道會 說你真的難以想像 你真的難以想像 即是一百萬人 或者以上的人 參加聚會 在非洲那裡 即是 在他們的聚會 都會有分享 即是 神都使用我們 OK 好 大家有沒有心想分享 有 有沒有一些事可以分享 有 一定有 所以大家在分開幾個人一組的時候 你就放心去分享 而且幾個人分享的時候 都七情想面望 就算你 你坐一個圈 你的聲量就不會那麼大 但你可以這樣看 嘩 你當你好像想去到 在聚會的時候有分享 好 然後 接著 就 派代表 每個組派一個代表出來分享 行不行 OK 而那個人在組裡分享 即是個個都分享一下 大家都給點回應 即是 這個人他分享有些什麼 好 回應好先 然後有些什麼可以改善 盡量用溫和的方法 不要粗暴對待他 OK 我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祷告 求主給我們一個分享的生活 一起祷告 請我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在我們生命中做很多的工作 你在我們生命中更生我們 帶領我們信主 提升我們的生命 一路建立我們的生命 是你的恩典 求你幫助我們 真的我們的生命不要浪費了 不要浪費了 是被神使用的 我們願意踏出 我們第一步最容易的就是 分享我們得救見證 分享神怎麼祝福我們 我們討告的時候有什麼經歷 我們為人討告有什麼經歷 我們都可以分享的 可以激勵人的 求主給我們信心 膽量 勇氣 還有有智慧做得更好 成績 Crazy 我覺得 是不是 全部傳 Ball deaf 酣 悵